她的下巴也是会动的 大家好 长大了是不是 你一抱她就更像金巴了 爸爸已经在床上躺了十四年了 心怀会美 期待的爱 我看 幸福账单 为你买单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专广播电视总台 一样是综艺频道 为您特别奉献的幸福账单 我们是幸福三宝 我是训宝 我是月宝 我是公宝 来吧 赶快邀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 放账人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 这样一个女孩子 在贵州的知金县 她一度成为网络的焦点 当她还在强宝中的时候 父亲就瘫痪在床了 在她三岁的时候 母亲离开家 再也没有回来过 这磕磕绊绊长大的小姑娘 用她稚嫩的肩膀 扛起了照顾父亲 和完成学业的责任 今天她也来到了幸福账单 来完成她的一个梦想 来 邀请 大家好 我叫刘雨蝶 今年十四岁 来自贵州省 现在是一名出山的学生 现在爸爸的情况怎么样 爸爸已经在床上躺了十四年了 在06年的时候 我出生了 爸爸出去打工 然后在去浙江打工的路上出了车祸 高位结贪 手不能动 不能治理 家里没有收入怎么办呢 家里的收入是靠低保 低保每个月八百多 以前爷爷奶奶在的时候 奶奶是做豆腐卖的 能赚五百多吧 每月五百多 对 加上爸爸的低保 就一家人所有的生活费了 对 从多大开始照顾爸爸了 从奶奶去世九岁的时候 九岁你还是这么大 你还是个小孩子 小学生那时候 我四年纪 那你怎么照顾爸爸在平时 就是上学的时候 早上六点钟起床 做饭给爸爸吃 然后拿一点果汁 放在爸爸的旁边 中午他就吃那个 我放在床边的果子 晚上放学回家的时候 校长让我拿一个保温桶 放在学校的食堂里 打饭回去给爸爸吃 然后吃了 我就可以去菜园里 看一下地 你还会种菜啊 对啊 谁教你的 是我小时候奶奶教我的 奶奶对我很好 冬天的时候会让我把手贴在他肚子那里取卵啊 然后还会给我每一些小零食 上学会给我扎小便啊 那个时候还有依赖的人啊 可以撒娇 依赖的人还有爸爸 可以说是爷俩也是相依为命 你们妇女俩处得也特别亲啊 我听说 对我爸爸和我特别像好朋友 就是我每天去读书 放学回来的时候 都还会说一些 校园里遇到的有趣的故事 比如学生怎么把老师惹生气 然后又把老师逗笑 然后会教他一些英语 爸爸学会了没有 他会议两句 真的 其实这对你来说也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复习 同时也让爸爸能开心一点 对 你刚才说 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在照顾家庭 照顾父亲了 那你是不是很少有时间跟小朋友出去玩 像你这么大 十四五岁的时候 对 正是爱玩而闹爱交朋友的时候 小时候我跟同学们一起玩捉迷藏 玩到一半的时候会被叫回家 就是周围离不开人 就无论他在干什么 心里总有一个牵挂 对 你会带爸爸出去吗 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 会把它带着出去 你怎么带爸爸出去呢 轮椅吗还是 叔叔设计了一个吊气装置 然后就是在墙上定几个洞 然后把钢铁的三脚架定在上面 然后再把吊机焊在那个三脚铁上面 就可以把爸爸吊起来了 然后放到轮椅上 你现在在上初中 还可以每天回家 这样照顾爸爸 对 那上了高中 上了大学 就可以把他带在身边吗 对 其实我们也看过这样的先进势力 就说带着爸爸或者带着爸妈 背母或者背负求学 对 有 但是真的很难为你 你的整个童年 你的少年甚至是青年时期 都会失去一些东西 但你也会得到很多东西 你自己有没有想过未来呢 有啊 我很喜欢音乐 就是来来去世几个星期后 我就听到了《平凡之路》这首歌 很迷茫的时候这首歌就 让我学会了坚强 想着做音乐 也可以自愈到别人的内心 让别人从迷茫中坚强走出来 你最喜欢《平凡之路》当中的哪一句话 我曾经跨过三河大海 我曾经跨过三河大海 这首歌得是 有一定人生经历的人 才会听到这里面的味道和沧桑 而且我相信你 已经经历了很多一般的孩子 没有经历的山河大海 好的 希望有一天你真的能梦想成真 用你的阳光去影响别人 宝贝怎么了 加油 歌里说了跨过的 好吧 可以 加油 对我爸爸和我特别像好朋友 想到爸爸一个人在家里面 会更孤单 我就会想到留下来陪伴他 我们都有很脆弱很脆弱的那一刻 但是相信我 到你真的成人了 你会有的时候感激你所经历的挫折 因为他成就了你 好孩子 那你今天是带一张什么样的账单来 我今天是一万元的智能轮椅 希望爸爸能够活动稍微方便一点 是不是 好嘞 舞台留给你 六十秒倒计时 三 二 我祈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 和灰牛泪的眼睛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越过航眼去拥抱你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黑眼里 夜空中嘴鸟的心 心自引我靠近你 好嘞 一百六十秒的挑战时间 加油 好不好 好的 谢谢 嗯 再次确认一下账单金额 一万元的智能轮椅 一万元的轮椅 给爹的 好 来吧 加油了啊 那接下来呢 雨迪的老师将要替他挑战了 一起为他加油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一百六十秒的时间 加油了 来 一二关 老师看这个伸手 我们应该是体育老师吧 可以的啊 来 第三关 好 看一下位置 虽然说您的伸手很矫健啊 但是也要 注意到此夺这个旋转的角度 来 出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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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来 第四关 今天很充裕啊 可以一点点来 稳一稳 第二个球 第三颗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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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很棒 非常非常棒啊 您是这个雨迪的 雨迪的体育老师 还真是体育老师啊 哎呦 我刚才就在说说这个角度的伸手 这肯定是体育老师 真的可以 感谢您 感谢您 用您的专业技能 包括您的决心 帮助了雨迪完成了这样一份 对他来说很重要的账单 谢谢 雨迪 我们这一万元的智能轮椅的账单 成功确认了 来 一块喊着我们屏幕口号好不好 来 幸福账单 为您买单 幸福账单 让我们欢迎下一集报告您 有意思呢 欢迎你 您好 来来来 这是您养的精班啊 狮子 这是师的 你说什么呢 对不起 对不起 天哪 就是有点秀真 有点秀真 来 跟我们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赖俊宏 来自福建 现在是一名大耳的学生 你从多大开始玩这个 我五岁的时候 我爸爸就给我买了第一尊木偶 六岁的时候就有了第一个空竹 但是我小时候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不太和同学交流 所以从小是木偶和空竹陪着我长大的 这个都是自己和自己玩的项目 就是给自己找快乐的那种感觉 是的 他是你儿时的玩伴 对 他已经陪了我十多年的时间了 陪了你十多年的时间了 然后他其实也是你在艺术方面的一个启蒙吧 对的 我以前见过他 对 我们之前在星光大道的时候 你抱过这只小诗的 我抱过他吗 对 哎呀 好久不见 你叫什么名字呀 你长大了是不是 你长大了 你一抱他就更像金瓣了 我跟你说 什么叫金瓣 是的 我太难了 今天我还带来了另外一位好朋友 各位应该蛮熟悉的吧 这个空竹是但是得有那个棍儿啊 这个是经过我改装了 他叫做手绕铃 手绕铃 对 您教教我们怎么玩啊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哦 你手也太快了 这个 太忙了 我放我放弃尝试了 咱俩当然就跟俩那个 就跟俩那个什么样 他就是 让我们一起摇摆 一起摇摆 所以玩什么 只要孩子喜欢都可以 但是玩什么如果能玩到极致了 变成自己的职业了 或者说事业当中的一部分 创意当中的一部分就有意思了 这次你来到幸福账单 是带了一张什么样的账单来呢 因为我现在有很多作品在创作 但是目前我想做一个节目 是通过木偶和电光结合 所以我想要有一件 属于自己的电光表演服 一千九百元 一千九百元 来吧 把你的表演留在舞台上 六十秒倒计时准备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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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百七十秒的挑战时间 一百七秒 加油 加油 再次确认一下账单金额吧 多少钱 一千九百元 一千九百元 给自己添置的服装 就看你能不能敞光过去了 你没问题的 加油 鼓励 加油 来 小赖将进入挑战 一起为了加油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一百七十秒 这个需要是一步步走啊 稳扎稳打 好嘞 可以了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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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哎 后一个 上 来吧 好的 official 出现了 这 是 失败的 不好意思 好 nicas 月 没问题 第四关 来吧 成为自己的账单是什么 一件属于自己的电光服 电光服 那由你成功的转关账单 确认了 来 一番喊主节目统号 来 幸福账单为你买单 幸福账单让我们欢迎下一集包账人 大家好 你好 欢迎你 我叫梁晓 来的山东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美食 太好了 怎么知道我们都是吃货呢 上上 快上 首先我想给大家表演一个小绝活 这是来请我们吃饭的是吗 啥也没准备 来 一个小绝活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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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眼神不好 啊 啊 ch 哎呀 哈哈哈 哎呀 哎呀 哎 好玩 真好玩 哎 我看那是不是那个锡纸片做的 还真不是 真是那钢铁的 它怎么能换成换成换成 换成这手指头呢 我刚才说又带来了吃的 对呀 我这个蒸笼里面 放了一些吃的东西 是 两位看一下里面 放了什么好吃 蒸饺 蒸饺 馒头 馒头 包子 全是土石子 太残点 这样看一下 您客气 空的 可能空域还没过来 空域还没过来 等一会儿 我来试一下 来了啊 来 馨姐 馨姐 您自己打开看一下 一龙包子 厉害 这是我们山东的特产 吃的东西也有了 这现在还差点喝的东西 是的 所以呢 龚哥 我需要你帮我个忙 你怎么着 我这个卡片呢 每一张卡片都有不同的饮料 不同的饮料 这也可以 你帮我作证啊 你帮我作证 每张都不一样 我给你看一下 这个是橙汁 这个呢 橙汁 是酸梅汤 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 不是 这 痘症就可以了 这个 是红茶 不是 痘症就可以了 是 是 你能不能拿出这个专业来 你能不能专业一点 那你是说我哪方面的专业 当然就是配合这方面的专业 配合的专业 你说的对 我的良心 你没看到什么 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什么都没看见 这个是 碳酸饮料 OK 每张都不一样 龚哥 既然每张卡片都不一样 你随便选一张 然后选完以后 盖到你的胸前 不要让任何人看到 好的 好的 信杰啊 好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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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好了 先好了 我能看吗 你不能看 我都不能看 谁都不能看 这样 其实你在选之前 我就知道 你会选什么样饮料的卡片 所以我在这个纸袋里面 放了一个饮料 如果我没有预测错的话 你应该选的卡片 是橙汁 你刚才只有橙汁 我能打开吗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绝对每张都不一样 碳酸饮料 怎么变成了碳酸饮料 刚才是 刚才是橙汁是吧 这个颜色的 我们都以为橙汁 每张都是橙汁 但是呢 是碳酸饮料 重点来了 所以我要缓解一下尴尬 对 你怎么 你弄错了呀 你怎么做 我再来一次 我这个纸袋里面 我看一下 碳酸饮料对吧 碳酸饮料 酸煤汤 碳酸饮料 成整 碳酸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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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归一下 而且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你们还在想 我这个纸袋里面 这里边还有啊 相信我没有 我都不用展示了 你还是展示一下吧 要不然还是展示一下吧 要不然我老想偷看 对 真的什么都没有 谢谢 就是这些送给大家 你这是 所以你说你请我们吃 其实让我们欣赏魔术的 是不是 对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不是 我以为 刚才它那个放进去的那个 变成一个什么压扁了 什么一个纸片 会压在这个底下 真的啥也没有 一般魔术到底是不能给别人看的 没想到它真的没有 所以其实你是 你这位魔术师是不是 是 之前我是一个电厂的过路工人 现在是一个魔术师 那怎么就干上魔术师呢 没有 因为 总体来说还是因为我的耳朵 因为我右耳是听不见的 印象里面大概就是小学的时候 过年时候在家里玩 然后路边有一些小朋友放鞭炮 点着了以后往我那个方向扔 当时距离我耳朵很近 大概就是这个距离 炸开了 然后就轰了一下 轰了一下就耳鸣 我那时候也不太懂事嘛 然后父母 也不敢跟父母说对不对 你说了你自己都不懂 是 你没法跟父母说 然后错过了一个最佳治疗时期 后来在电厂里面工作 那是一次检查风机 因为听力有影响的话 平衡感会很差 本身加上我个子也高嘛 检查那一次的时候 脚没踩稳甩下来了 渗出血 医院里住了一个礼拜 后来我在想 不行 不能再干了 至于学习魔术 也是因为巧合 下错了一个视频 下了一个魔术表演的视频 看完了以后 迷上了 迷上了 其实这个也是命运 是 慧顾命运 给你的一个契机 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自己快乐自己 也快乐他人 还能养活自己 加油 加油 告诉我你的账单是啥 4900元的助听器 明白 舞台交给你 60秒到几时准备 三 二 是 到了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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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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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秒加油 好不好 你再去确认账单金额吧 4900元助听器 助听器4900元 来吧 加油 加油 来 一起为他加油 看看能否见证奇迹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梁晓大高个儿 大肠胳膊大肠腿 对我们的游戏其实是很有优势的 对他来说可能第二关并不会形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 真正可能对他有威胁的会是第三关 因为我们知道人呢就是个头越高啊 这长胳膊长腿挂跃式的游戏很容易 但是旋转需要小的这种平衡感的会稍微差一点 期待吧 期待他通过第二关之后 在第三关能否带给我们惊喜 好的 第二关 说话叫通话 来 第三关 加油 上 好的 可以 他非常稳 他很聪明 他大概看到了 就在这 就在 哎呀 天呐 刚才他通过通过了之后整个人都不敢相信 我是怎么过的 我是谁 我在哪 我为什么能通过 有些时候人生就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奇妙的这种 这种奇遇啊 好 两手 漂亮 第四波按下确认按钮 来 重复下你的账单是什么 四千九百元的助听器 四千九百元的助听器由于你成功的闯关 我们全部给你包了 一块收拾辛苦了好不好 幸福账单为你买单 幸福账单欢迎下一组爆炸人 光业 这里你听得准备了 那 fault е 这是我 来吧 认识一下你是 大家好 我叫杨焕丽 来自江苏苏州 我现在是一名瑜伽老师 你看啊 瑜伽老师呢 怪不得 但是其实你开始学瑜伽的时间并不长 是的 我是从37岁开始学了瑜伽 那这到现在 两年 现在39 是的 能这样了吗 是的 难度那么高 真的是不一样 他的故事我们慢慢来聊 首先请求你教给我们平时可以用的动作 好的 好的 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办公主嘛 都服务工作 打电脑之类的 所以我今天带给大家 就是可以舒缓肩颈的 灵活脊柱的 在办公室里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 大家都可以坐在办公桌前 就随时就可以做的 就随时就可以做的 将你的左手放在右膝的外侧 右手放在你的左侧侧腰 腰背要挺直 腰背挺直 吸气的腰背挺直 呼气向你的右后方扭转 好 可以按照自己的呼吸频率 每天完成三组 一组可以到三个到五个都可以 然后吸气回正 呼气反方向 向左后方扭转 然后再吸气回正 你那个是模特晾将的 你那个是模特晾将的 韦娜斯 刚才他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他37岁才开始学瑜伽 只有两年的时间 一般来说 两年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告诉我什么样的事情 让你有这份毅力去坚持下来 我学瑜伽就是为了我女儿才学的 我女儿在她12周岁的时候 就是得了那个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她特别喜欢舞蹈 12岁那年考入了我们当地的 那个舞蹈学校 进行专业的学习舞蹈 然后也就是第一学期 然后她快考试的时候 她就给我打电话说 妈妈 我好像头晕 头疼得厉害 我说你是不是感冒了呀 她说可能是的 然后就接她回来的那天晚上 她就开始发骚 然后见到她的时候 她的脸是撒白撒白的 然后我就非常不放心 就带她去儿童医院检查 当天晚上就住进了 那个重症监护室 就确诊了吗 是的 那个时候就是做各种检查嘛 到了2018年2月1号确诊的 在重症监护室做了 就是住了三天嘛 护士姐姐在那个 重症监护室的时候 告诉她得的是白血病 因为孩子没有什么 对这个病没有什么概念 但她就告诉护士姐姐说 姐姐你不要告诉我妈妈可以吗 对 你不要告诉我妈妈 对 我怕我妈妈担心我 就感觉孩子真的很懂事 治疗当中就是要做那个骨窜啊 腰窜啊之类的 因为就在那个腰上抽骨髜嘛 化验嘛 然后搓完之后要12个小时不能动 平躺在那里啊 治疗的过程当中 这孩子得遭多少次 对 治疗当中就是后来去做的时候 她就跟我说 妈妈不用打麻药了吧 她说我忍忍吧 我们省点钱吧 越这么说你心里越疼 对啊 受不了 你多心疼啊 特别心酸 化疗的时候 她的头发就是一点点的掉 我看得也难过呀 我也在边上也跟着哭 然后她受不了她那个打击 心理压力太大了 然后好像对她的 以后的梦想打击太大了 就是为了鼓励孩子 让她坚强一些 然后我就37岁那年 我就学了瑜伽 然后就我生生 用两年时间把自己练成了 瑜伽教练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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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姑娘走出来了吗 走出那个戏 姑娘现在挺好的 她看我这么努力嘛 她也从开始的抵触 我现在慢慢地也跟着我出去 散散步 压压腿 有的时候还给我PK一下伊芝麻 是的 现在已经很阳光 太好了 她说妈妈我要多看书 然后我要充实我自己 因为她现在在休学状态 我说挺好的 我说你加油 我说你加油 这次虽然孩子不能来到 幸福账单的舞台上 但是我们隔空 希望母女还是能够完成这一次演出 对 她这次检查 那个中心率有点不太高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嘛 然后就没让她过来 是的 是的 我们一定还有机会 来吧 来 舞台留给你 六十秒到计时准备 三 二 我看见你 我看见你 好 我看见你 好 好 我看见你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加油了 对了 我们看到脸上的这个表情 这就是那种无惧于生活挑战的表情 遇到任何困难 只要双手抓紧 心中有力量 眼前就会有方向 加油了 是的 比如说在做瑜伽的时候 这个身体的延展性 是会被开发到了极致的 万利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这一点点的障碍和记忆 对他来说完全不是任何问题 只要保持住稳定 是可以的 加油 是的 来 第3 关 当我们的障碍转过来的时候 他可以在这个斜压少的空间之内 进行散转同挪 看着点 下边 下边 对了 转过来的时候 一定要躲开我们这个缝隙 躲开缝隙 要不要下去呢 看一看要不要下去 就差一点点太遗憾了 哎 账单取消了 就会账单和一下一起爆炸人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增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条河 苗苗摧烟 小小村落 路上一道折 我最爱的祖国 你爱的爱 永不得多 永远给我 微浪轻薄 心中的朵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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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自广东佛山 然后我叫唐义 现在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 然后专业是美声 然后很开心来到幸福账单 也很开心再次见到逊姐 再次 你们有什么渊源吗 是我去中国音乐学院的时候见过您了 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见过您 然后参加过您的那个神州大舞台 哈喽 我是你的名 我是麦吉特 啥 麦吉蛋 这个 我记得 是人家老太太 这个演的老太太 这个我记得 对对对 当时是你跟你爸爸妈妈 对对对对 是不是 还演小品 对 小时候主要是老太太专业户 我小时候对邪心特别有执念 对 而且那时候她特别爱搞怪 她小时候真的就是那个样子 就是特有心 你那是个恐龙是吧 不是 这是很有心感 因为她老太太嘛 老是这样的 对对对 你想到她长大了会是唱美声的吗 那个 给我们唱一段呗 唱个流行吧 那我唱一个至少还有你 然后把我的专业然后 好好好 好 我怕来不及 我要抱着你 直到感觉你的发现 有了白血的痕迹 直到视线变得模糊 直到不能呼吸 让我们心影不离 让我们心影不离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 至少还有你 直到我去珍惜 和你在这里 就是生命的奇迹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 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 一张新的纸 我就记得我在哪里 谢谢 在哪里 那事隔这么多年 再次回到舞台上 告诉我你的账单是什么 我的账单是 五千三百元的按摩椅 好的 来吧 来吧 加油 六十秒到底是准备 三 二 - 二 - 二 - 二 青白花为美 青的万里芒香碎 我望故乡秋光好 早得红花宝春归 我望故乡秋光好 早得红花宝春归 180秒全票 谢谢 好吧 我家由你出掌成名 你看到 再次全上账单金额 五千三百元给父母的按摩椅 按摩椅五千三 加油吧 好 谢谢 一起为他加油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180秒的时间 拿出你小时候的镜头来 对了 对了 啊 遗憾的说 掉到了海洋球中 账单只能取消了 幸福账单 让我们欢迎下一次报张人 你好 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叫陈静怡 今年十一岁了 来自浙江浦江县 今天我和我的妈妈一起 带着我们自己做的 浦江非物质文化遗产 百年传承的灯彩 真好 我们能把妈妈请上来 好不好 来 有请妈妈 妈妈好 你好 这也是咱们自己家做的吗 这个是板灯笼 是他小时候跟爷爷一起制作的 时间有点久了 这有什么特殊的做法 或者是习俗 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 好的 这个是鱼灯 大概有八百多年历史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寓意呢 在我们过年的时候 赢这个鱼灯 它寓意自然就是 年年有鱼 对 五穀分蹬 就这个意思 然后它制作上的这个工艺比较特殊 像它这个鱼头 鱼头跟鱼尾是分开的 然后在银灯的时候 这个竹竿子晃动了 就好像是 游动一样 对 很活灵活现 然后它的下巴也是会冻的 两侧的这个鱼鳍也是会冻的 对 然后我们还带来了一个竹丝灯挂在那个树上面 好 这里就是防褪色 花风下雨就不容易破 谢谢你们 来吧 告诉我你的账单是啥 我想给我们学校的同系馆给它翻新一下 好厉害 需要多少钱呢 五千 那我们加油好不好 好不好 好 带来你的表演 来吧 加油 六十秒倒计时 三 二 一堆 直眼 霜霜飞 一只高来 一只安定 再次补要ovantijio 投 вет 祝快一只飞 我们亲自牛野鸦亭 下 Harley miùi 下 examination double 撑起 再ue Hastaga 对 你 牛野鸦 respecto 私 市 市 全部 七轮将国富去 一百七十秒的挑战时间 来吧 好孩子告诉我 你的账单 金额是多少钱来着 五千元 五千元的 给学校的一个公益基金 好孩子加油 你妈妈也要加油了 来 静怡的妈妈 接受挑战的金额给妈妈加油 来 三 二 一挑战开始 一百七十秒加油 不错 手还是很稳的 好的 只要是有足够的耐心 都没有什么问题 每次看到我们的选手在过这关的时候都想起了功夫熊猫啊 来回飞 哈哈哈 加油 来 好的 第三关 好的 好 看好 看好里边的位置 在什么地方下去 在里边左右的闪转腾挪 现在是个机会 是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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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再转一圈了 没关系 稳定住再回来 他得不停地调整身体的姿态 哎 别把着他 把着他 你就找不去了 别把着他 对了 下来 对了 对了 下来 对了 下来 对了 哎呀 遗憾地宣布账单取消 下期再见 我还有什么需要定制的一家东西没有 已经很完美了 快点 上 坐下 再可爱 女子无才 殿世德 你这就大错特错了 妹妹 送我到黄河岸 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会有什么需要定制的一家东西